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五凌晨,意大利杯第三圈有一場精彩好戲 到其時祖雲達斯會主場迎戰沙蘭力坦那 祖雲達斯無論實力或狀態都遠勝沙蘭力坦那 而且祖雲達斯近年面對沙蘭力坦那的優勢也明顯 加上今將有主場之力 所以顯示今將祖雲達斯要擊敗沙蘭力坦那的問題應該不大 說回祖雲達斯,作為意大利豪門,經驗和競爭力方面都無用之以 歷史上他們曾36次奪得頂級聯賽冠軍 而在意大利杯當中曾有14次奪冠經理 而最近一次就是2021賽季拿到 在連續兩屆未能奪冠的情況下,他們今屆賽事肯定會搏盡全力 以便於再次嘗到冠軍的滋味 所以球員的戰意是無用之以 其實祖雲達斯今季整體表現依舊強勢 聽完18輪伊甲,他們贏了13場和4場,輸一場佳職 暫時有43分位居職分榜次職 和帶頭的國際米蘭只差2分 球隊戰鬥力之強就不用多說了 就近況來看,祖雲達斯已經連續多仗保持不敗 當中最近5場更加斬獲4勝1和佳職 期間攻防兩面的演出都不錯,球隊目前狀態相當值得順賴 另外拉比奧特、耶迪斯和華豪埃這些中前場球員 在近期比賽中都有入球,展現出不錯的狀態 相信他們今場能夠帶給沙納力坦拿的後防線有足夠壓力 更加利好的是祖雲達斯一向主場威力十足 在今季前九輪聯賽主場的賽事當中,他們贏7場和2場保持不敗 以及今季主場唯一未常敗職的隊伍 看到今將主場作戰令球隊增加了不少增勝本錢 陣容方面中場普巴和後衛新度都因各種原因無緣匹甲上陣 另一邊沙納力坦拿,他們的競爭力其實沒甚麼好說 他們歷史上還未拿到甚麼說得出來的榮譽 他們各方面都在今將對手組雲達斯之下,即是他們相差很遠 今季耳甲裡沙納力坦拿18號聯賽中取得12分 目前排在分榜佔底位置 而且期間昆長入球數不足1個,昆長失球數達到2個 防守演出是耳甲最差 這些表演,人家對他應該沒甚麼信心 雖然上輪聯賽重返勝軌,但他只是贏維羅納這些積分榜排下游的隊伍 而憑著攻擊手特查奧拿,一戰定江山,一球小勝 但贏球也不代表甚麼,所以球隊是否真正回到應有的水平值得相確 而最近五將賽事裡,沙納力坦拿只取得1勝1和3負這個劣跡 期間更是失十一球,整體表現真是一般 更差的是他們作客能力令人擔憂 聯賽至今作客的負率是超過65 而且球對最近四次面對祖雲達斯未贏過當中還輸三場 可以說劣勢盡顯,心理層面上可能已經打定輸數了 在這情況下,沙納力坦拿今將出戰,只能望輸少當贏 陣容方面前鋒迪亞和中場卡斯坦努斯因傷缺陣 立即下載M直播,隨時隨地在手機自在看球 嘉峰 右邊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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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